好继续带您来看到光复乡的阿鲁龙部落头目向圆明会跪求 争设部落聚会所并以部落旁边的台糖土地作为预定地 那么主委已将巴洛高度关注 也亲自到场会刊之后呢 乡公所也积极的向台糖协调 双方取得租用共识 并且在这一天进行了用地量测的作业 也让部落与会所辟鉴进化进度呢 是大幅的提前 争取多年阿鲁龙部落头目心心念念要为部落 争取辟鉴部落聚会所的心愿 今年终于露出曙光 相公所一早会同了台糖华林区处经理杨长生 以及台糖干部地政事务所头目等 一起前往聚会所预定地现场进行测量 光复乡阿鲁龙部落虽小但也算是乡内老部落之一 部落唯一的聚会所规模小且又未在私人土地上衍生产权食用等问题 经过部落头目当面跪求 本月8号 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亲自到场会刊 听取部落头目就以部落旁这块台糖土地 作为部落聚会所预定地的建议 经原民会相公所与台糖三方协调后达成共识 原本相公所有意构地解决 最后听取台糖建议以租用方式来乘租辟件部落聚会所 今天完成测量确定租用范围 乡长林清水感谢台糖支持地方部落的建设 让部落聚会所增设案的进度顺利进行 进度也大幅提升 乡长并乐观地表示 后续包括签订租约 部落规划设计等等作业也将同步进行 期盼能够尽快完成部落的愿望 记者时遇欲览光复采访报导 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 有什么好想的 练乱颜色的愿望 有什么好想的